还有一个函数是等一下我会用到的 if if 以色谣里面 他的定义方式我想都应该都知道 就是判断式 所以我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 判断式 判断式就是你一定要写一个 大于小于等于之类的 这就是判断式 然后条件成立的时候 这个所以我就会习惯放成立 然后再放不成立 可以吗 这个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会用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思考 你们有没有思考 这个 这个 if 我更常用的是if error 就是 就是 他只要写两个参数就好了 if 就是判断式 判断式 成立 的时候 这个是 判断式 成立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写不成立 我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个函数 这都是以色谣的事情 好 猛 好 好